弘历正月初九天公升彰化芬園香 每一年都会举办迎天宫绕镜活动 但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在今年庙方式宣布将全面取消所有的活动 创下了百年首度庭判的记录 无独优偶在今年迈入了第194年的花坛香 白沙坑迎灯牌庆元宵活动 也宣布要延期一直到六月底 会在寝室申明择日举行 一二三 镇头引领迎灯牌绕镜 现场热闹滚滚 花坛半沙坑文德宫 供奉的福德镇神头戴乌纱帽 是全国唯一官方土地宫香火鼎盛 每年元宵节都会举办迎灯牌活动 透过土地宫的普照保佑家家户户平安 心想事成 今年已经迈入第194年 不会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庙方决定今年延期举行 我们的孙节有些日记 让我们的孙节有些日记 我们也是发明到我们全部的信徒 回来我们的问题说的拜拜 而同样受到疫情影响的还有芬圆乡的迎天宫活动 芬圆乡九角头的迎天宫活动超过160年历史 原本预定在9号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九停工新举办为期三天的过炉迎天宫以及绕境活动 不过今年也因为疫情关系 庙方宣布全面取消 庙方表示虽然活动取消 但依旧会祈求玉皇大帝 天上圣母 以及众诸神尊庇佑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疫情早日 消除远离 解带容貌 张欧报道